现在的电视剧大部分都是翻拍的网络小说 虽然热度高 但也出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那就是电视剧名是越来越难念了 要是没点学我可能字都认不全 自己偶像的句字都不认识 追完来名字叫不少来 尴尬不尴尬 然后这些电视剧还教会了人们任心字 在这些越来越难念的电视剧名中 杨子站了两步 邓伦站了两步 首先是杨子和邓伦共同出演的 香蜜沉沉浸如霜 这个剧名是啥意思 不知道 但是剧情还是不错的 正因为这部剧热度高口悲好 所以大家才能记住这个名字 否则这是个啥电视剧名 杨子的另一部剧天机之白蛇传说 说出来不怕丢人 这个鸡字小编查 那两边才记住这个字的读音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小编一样 不认识这个字的 所以说这些电视剧 还有交给观众认字的作用 要是读不出来剧名 都不好意思说 自己追过这部剧 邓伦的另一部名字 难念的电视剧 是海棠精语胭脂透 这个海棠精语胭脂透 虽然说是选自宋奇的警察道 验子呢 但是作为一个电视剧名 完全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吗 这部剧的期望值还挺高的 因为是邓伦出演的 而且搭档的是出道以来 只演女主的李一同 名字难念的电视剧 绝对不知这几部 还有下游乔木雅望天堂 花落宫廷错流年 花谢花飞哈满天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秦实立人民月琴 季末空庭春月晚 如果巴黎不快乐 好歹人家良生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大家还知道说了个良生 其余的那些实在是难念又难懂 越来越长的电视剧名 难念还不认字 杨子两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